一碗新加坡拉薩鍋 最上層魚蛋肉片九層塔 看起來很豐富 但民眾吃起來 只覺得好像有點空虛 價錢都一樣嗎 不一樣 不一樣 另外這一碗未曾拉麵 寸重量算價錢 但都被民眾反映 原本的拉麵和拉薩 都變成二分之一碗 現在看 原碗比以前少很多 以前拉麵兩人份 現在拉麵一人份 有啊 有比較少 對啊 都發覺 他們價錢列出來 也都是比較漲的 這個吃不飽 吃不飽 而且才這樣子 我是買益生菌 原本的話 他說是 原價是799 現在好像變成819 所以我覺得是有漲價 比一比先前的 日式味噌叉燒拉麵 重量1220克 溫泉蛋有兩顆 一碗不到300元 而現在溫泉蛋只剩一顆 重量縮水到746克 價錢也將近350元 另外新加坡拉薩 檸檬 魚蛋都變少 蝦仁則是消失 從2000克縮水到1310克 不過價錢則是從419元 降到299元 物價漲或縮水民眾都有感 另外這個品項也 美式賣場的優格一打開 內容物只有7到8分滿 民眾也PO文說 好壓抑縮水了 以前打開滿滿的倒頂 現在少了五分之一 不知道還以為被偷吃了 對此美式賣場在截稿前 沒有回應 只是現在萬物皆漲 部分商品價錢上 或許看不出來 但民眾吃起來 從兩人吃到飽 到現在吃不飽 也還是非常有感 TVBS宣傳徐寬山中 我是台北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